大家好,我是博博爸爸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如何在網上報讀康文署的親子訓練班 在網上報讀親子訓練班 必須要兩個人報讀 其中一個必須為年滿18歲的父母 另一個需要年齡介乎於7至17歲的子女 首先我們進入香港政府的一站通網站 然後再選擇文化看樂及運動 進入文化看樂及運動 拉下去下面 便會找到一個租用看樂設施或活動報名 進入之後我們拉到下面 便會找到一個使用看體通網上預訂服務 然後進入後 又是拉到下面 便會找到一個報名參加看樂活動 進入後便要輸入驗證碼 輸入後便要按一按移動 然後拉一拉它 選擇飛登記用戶 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 輸入出生日期 選擇性別 輸入活動編號 輸入驗證碼 然後再選擇繼續 選擇飛登記用戶 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 輸入出生日期 選擇性別 選擇繼續 接著已經到第四步的確定 我們先閱讀報名須知 然後選擇是 然後選擇報名費 父母便選擇適合父母的報名費 子女便選擇子女適合的報名費 接著便要輸入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電話號碼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接著輸入小朋友的資料 輸入同伴姓名 同伴的電話號碼 以及收取確認通知書的電郵地址 接著便要看一看活動的詳情 以及聲明 之後拉去下面選擇是 然後按繼續 就會去到第五步的網上即時繳費 接著我們看一看 它的資料正不正確 然後就可以按繼續 入到來之後 首先我們就要選擇支付的方式 選擇完之後我們就按支付 一般我都會用信用卡來繳費 如果用信用卡的話 我們就要輸入卡號 到期月份和到期年份 輸入持卡人姓名 以及卡片後面的安全碼 然後就可以按立即付款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報名程序 我們最好就CAP圖或編出來 方便第一課的時候 教練核對我們的資料 如果你們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LIKE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留言給我們 還要按這個小鈴鐺 那最重要就是 拜拜 得理由我們回到 到处